后底鞋跟笨重外形 复古老爹鞋不只带一栋时尚 也让运动品牌Fila起死回生 一说到Fila第一印象就是来自意大利 但其实早在2007年 就被Fila Korea买下 让子公司一要变成 幕公司的幕后推手 就是他执行长印润朱 当年小虾米吞大金鱼 让印润朱身家直逼259亿台币 经营策略从原本定位在 30 40岁的年龄层 转移到年轻世代 同时也把售价调低吸引买气 更把90年代的老爹鞋 重新带回市场 请来当红女星金玉珍代言 诉求年轻活力 强烈的街头风格 复古时尚潮流感十足 是不少含牛网红的必备鞋款 截至今年1月已经卖出超过1000万双 Fila Korea股价从去年初开始持续上涨 目前已累计暴涨400% 总市值达近1340亿台币 靠着老爹鞋回归 又让Fila重振百年老海雄风 下期新闻 网红回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